日本某公立學校的校長某一天突然想來 看一下學生平常都吃些啥菜色 看著看著這個味道聞起來有點怪怪 色澤部分看起來也怪怪 後來校長的反應 肯定壞了 那就送眼 結果在裡面檢測出大腸桿距 最後當然是馬上換掉了這個菜色 不過這件事情很奇怪 隨機展開的調查 結果 哈囉Ladies 大家好嗎 我是某金哥 看我的片段跟戰士部講我的有夠覺得 歡迎收看介紹小新聞 我們在那天6月8號 5. 俄國法院裁定不查屠殺 入侵烏克蘭為假新聞 有幾百顆招罰 260萬 我反制裁你的制裁 法院認證的假新聞 俄羅斯現在已經是整個不言了 反正我話都反正講 你又能奈我何 許多國家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他們是完全不害怕 因為油就握在他們手上 難怪這麼囂張 而近期除了反制裁一些制裁他們的國家之外 也開始對於一些文物上的言論予以反擊 例如維基百科 俄羅斯認為 維基百科上的入侵烏克蘭戰爭罪 醫院砲擊 或人民障礙屠殺等相關訊息 完全就是假新聞 我再澄清一次 這是俄羅斯認為的 那為什麼會是假新聞? 因為呢 這個跟俄羅斯政府講的不一樣 講你跟我政府講的不一樣 那就是假新聞 我們政府對的 今天要怎麼樣? 隨便你 那號稱俄羅斯政府已經是 阿把達要扭轉現實了嗎? 我怎麼覺得 這個大哥跟老弟 好像一個樣 誰是大哥誰是老弟 我沒講出來 不要對他入座 小小的粉粉的紅紅的 不要對他入座 那全世界都在看著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現在的俄羅斯一句話說 維基百科是假新聞就是假的 那俄羅斯一件法用的 只是對維基百科 出了260萬新台幣的法環 他們判定上述都是維基百科編造的 我們俄羅斯好棒棒 怎麼可能做出這件事呢? 而且是烏克蘭先來弄我們的 我們才沒有砲打醫院了 我們人民最nice了 什麼戰爭罪根本就沒有 我們是在捍衛國土啊 捍衛國土怎麼了? 捍衛國土錯了嗎? 講到這邊難怪大哥跟小弟 會是那麼麻吉麻吉的好朋友 在小弟的國家 講他們主席的壞話會被消失 剛好跟俄羅斯討論戰爭罪的問題 有點類似 討論不大也會被消失 兩個領導人都是走一個錯位相處的路線 我們用小學生角度來看的話 俄羅斯一定以前在辦公室那種 做做事會馬上先怪隊方那種小混混 就像是打遊戲裡面的屁孩一樣 自己打不好先怪隊友就沒錯了 自己都沒事的那種 自己最棒 其他人最爛千錯萬錯 都是其他的錯 那小弟呢 就是大哥旁邊的跟班那樣子 老大有做錯事嗎? 沒有! 錯的! 都是你們! 我大哥! 怎麼會錯! 我大哥! 沒有輸! 第四 婚禮小戲 新娘贏新郎 新郎重拳打新娘 這到底是三... 誰啊? 男生愛面子 這種話我已經挺爛了 愛面子 沒有關係沒有錯 但是 你出拳打老婆是怎麼一回事 面子跟老婆比起來 那當然是老婆比較重要啊 不過物資比克那邊 一對新人的新郎 應該不是這樣想的 他就是輸不起 國外許乃琳 就是你 那根據那邊的報導 他們那邊一對男女呢 在辦婚禮 準備要結婚 那婚禮到一半 兩個都在舞台上面玩起小遊戲 有一點競賽的感覺 這時候我們通常就是 for fun 開心玩 搞一個 happy的就好 勝負 不是重點對吧 但看起來這個新郎 他應該是從小最喜歡跟他競爭 只要輸了 就會動手做人那一種 因為在台上 這個新娘獲得勝利 結果新郎一氣之下 直接一巴掌轟過去 欸! 可可! 這... 呃... 怎麼一回事啊 老大 你... 呃... 你這... 你... 唉... 這...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現場直接壓卻無聲 主持人呢 可能也都不敢講話 那這個新郎呢 就默默地看著遠方不講話 隨後非常尬的 新娘被帶下舞台 新郎呢 也先滑手機 尷尬一波不講話 那你也知道尷尬了吼 你也知道這一巴掌轟 事情不對勁了吼 在婚禮 他就敢展現 他伸手矯健的功力 同時呢 也是在跟台下的岳父岳母 來個下馬威 告訴他們 呃... 你女兒不聽話試試看吼 我直接開桌給你看 不管你們有沒有在台下看 我就是直接一巴掌轟轟 現在你們知道誰是老大了吧 哎呀 這個男的也不是瘋了 就是個白痴 不然就是個爛貨 我只能說要跟這樣的相處 那你就得一直想辦法 故意輸 因為你只要贏過對方 就可能被他打 好慘 雖然我和你推了吼 以前他班上呢 可能考試都是第一名 因為起來234567890到30名呢 都不敢考得比他高 每一個人都被他伺候過一次了 他敢再來火腿上派打老婆 那代表他以前一定最常打過來的啊 這麼重要 這麼嚴肅的場合 也不算嚴肅 就是這麼一個 不可以被毀掉的場合 他還敢直接來 代表對方從小戀起 從小打到大 我希望這個新娘 最終沒有嫁給他 那也希望這個新郎呢 馬上被急 然後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樣也是最好 老婆也不錯啦 好啦很好啦 現場被打 然後馬上離婚 認清這個爛貨 好過以後結婚 然後慢慢才發現這個 原來嫁錯人 然後痛苦個幾年幾十年這樣子 好啦好啦 這樣比較好啦 3.中國兩難騎水上摩托車 結果故障飄到台東來 中國人常常會是我最敬佩的人種之一 因為他們常常會做出一些我能力無法契機 甚至也難以理解的事情 例如這兩個傢伙 他們倆中國難修難地呢 在菲律埔工作 那因為很想家 所以很想回中國看看 可是目前所有交通工具都是暫緩的 無法乘坐 至少以他們的能力 或者是能接觸到的 這些交通工具來看的話 是這樣 那他們就想說好吧 我們只能靠自己啦 靠自己很棒 我很欣賞 他們呢 一想天開 決定買個水上摩托車跟橡皮艇 就這樣子 他們想要直接從菲律賓 騎回中國 其實這個構想 我不能說不行 起碼他們有說要游泳 但也知道可以騎水上摩托車 我已經很欣慰了 但是他們唯一做錯的事情就是 他們是在淘寶買水上摩托車 小弟 你不知道哪個國家的東西 啊什麼程度的嗎 這很牛逼啊 中國品質宛如硬實 你沒聽過嗎 邪意見得 在水上摩托車還沒騎到一半 可能連四分鐘還沒到就拋毛 那兩個人就在海上 飄了三天 飄了飄 竟然飄到台東去 好險喔 飄到台灣之後呢被抓到 然後也經過檢測都陰性 差點以為又是中國製造病毒 想偷偷送過來打蟹菌戰 好險這兩個人最終是平安古斯蘭那也 嘖 好險齁 沒有釀成什麼國際大事件 而且這兩個人的努力呢 我是挺敬佩也很懂的 但沒錯就是他跑去淘寶買這玩意兒 下次記得買Made in Taiwan 或是Made in其他國家的好嗎 Made in USA的音感也是不錯齁 好啦以上這個節目效果了吧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 那有些品質也是不錯齁 平衡一下平衡一下 No.2 愛止血營養午餐檢出大腸桿菌 各位應該都吃過學校的營養午餐吧 營養午餐有的時候 好吃有的時候不好吃 講廢話吧 總之呢就是大家應該都會吃過 不過日本那邊也有一所公立學校 裡面有一個職員可能是擔心大家 吃不到好吃的午餐菜色 所以替大家加料了一下 想讓大家開心 結果我們沒想到他加肉的東西 讓全世界都震驚 在去年10月齁 日本某公立學校的校長 某一天突然想來看一下學生品 聽到到來都吃些啥菜色 看著看著 這個味道聞起來有點怪怪 色澤部分看起來也怪怪 後來校長反應 很愉快了 那就送眼 結果在裡面檢測出大腸桿菌 最後當然是馬上換掉了這個菜色 不過這件事情很奇怪 隨即展開了調查 結果 發現好像是一位20多歲的職員 偷偷混入了負責刪除的人員當中 然後還在其中加了大便 Oh No! 我知道日本的成人動作 後面上他會出現一些有的沒的主題計畫 但是大姐 這是真實世界啊 現實世界是不會有人選擇吃喝尿的 不知道今天這個傢伙在想什麼 他是不是人生過得太黑暗 過得太悲慘 所以才想出這招 還是他是單純關心大家的健康 覺得 這個菜色不夠好 色香味不夠重 台色其實就是你平常愛吃的口味 無論是哪一個 可以餵公子吃餅 但是不可以餵同學吃食 放天不經地不義 大逆不到的事情 你也做得出來 好那在這邊 順便幫各位做一個知識 大腦補 為什麼調查人員發現了菜色裡面有大腸感染菌之後 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展開調查呢 這是因為大腸感染菌通常是我們人類 和其他這種溫血動物 腸道中的正常菌種 如果我們的食物當中出現了大腸感染菌 那就代表我們的食物 間接或者是直接的 被大便感染 結果沒有想到更崩潰的是 檢測出來不是間接被感染 而是直接被大便感染 大便有個妖獸 希望兇手被抓到之後呢 直接判處吃一把 學校全學生集合起來的大便 以七人之道還指七人之身 舒服 No.1 阿公健康亮紅燈 家人 永遠是我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而我沒有暗指誰、銀車誰 絕對沒有諷刺某一個政治人物講過的話 有一個人呢 他分享了自己阿公的故事 他說自己的阿公是一個很酷的人 很少人的阿公會在那邊玩手機 對吧 不過以後會有越多的阿公玩手機啦 因為你以後也會變成阿公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一個人的阿公 他是一個智慧型手機的狂熱者 甚至他直接愛上智慧型手機裡面的遊戲 而且是網路遊戲 而且還是要鬥字的那一種 不是放置型的那一種遊戲 他也提到他的阿公 阿公超會模仿遊戲裡面的廣告大喊 夜尚前線來了 甚至他也會開Netflix出來看動漫 還會在那邊喊動漫梗 靈域展開 有時候他還會跟自己的阿公 北蘭一起搞笑 真的是非常的快樂 不過呢 阿公的腦血管 出現了問題 可能會有中風的跡象 他把這些故事放到網路上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幫他的阿公機器 希望阿公可以起來繼續陪他 雖然神老病史是注定的 但是如果阿公可以進去看人 回到他身邊 他還是會很開心 好你的心願摩金跟聽到了 摩金這邊也幫你一起洗澡 阿公可以健康康復 一起陪你在一起北蘭 在那邊領域展開 那也希望各位有粉絲 一起幫忙集個氣 好了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衝著會領域展開的阿公 今天這邊值得你按一個讚 喔對了那個 想從菲律賓騎水上豪車 騎回中國的天才 也值得你按一個讚 那訂閱摩金影片 隨便來不下會是一定要的啦 喔對了 歡迎選擇那個 像是開始等級的喔 那我們這邊再見啦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我讓你怎麼做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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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now